一百一席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八強副賽元旦的賽程 有兩支三連敗尋求開湖的球隊 美和科大交手輔仁大學 一局下福大取得先機 首棒打者減紫棋靠著出身球 站上壘包後 藉由隊友掩護一路站上三壘 面對危機 美和先發李嘉明卻自亂陣腳 投出爆頭讓福大毫不費力跑回第一分 不過二局上 美和馬上發動反擊 一人出局後 李玉燕敲出右半邊的一壘安打 接著郭婷佑一棒打得深遠 福大右外野手判斷失準 讓球落地後一路滾到全壘打牆邊 靠著這支一分打點三壘安打 美和一比一追平戰局 隨後福大在四局下 一人出局二壘友人的局面 劉秉潔敲出中間方向得救安打 打回壘上隊友朝前比數 帶著二比一的領先 福大轉攻為首 一路到六局打完 都還維持這一分領先 沒想到戰況在七局上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 美和首名打者郭婷佑大棒一揮 打出一支直擊全壘打強的二壘安打 這是他單場第二支常打 隨後一人出局 一二壘友人 吳思潔的反方向攻擊 落點相當巧妙 這支安打幫助美和追成二比二平手 而且還沒完 滿壘狀況下 陳冠宏在補上一支高飛犀身打 美和以三比二一局超前 好不容易取得領先 美和先發李嘉明投得更加謹慎 七 八 九 三個半局 沒讓對手再越雷池一步 正常用了一百二十二顆球 玩頭九局 只掉兩分 幫助美和中場就以三比二 奪下負賽首勝 也傷給福大四連敗 我來提起玉台綜合報導 按摩 麥 薄醬